好 下面要做的是 脊椎的控制器 有一個 這個 脊椎 使用這個 IK Spine Handle 點三下 Reset To 喔 把這個關掉 Auto 跟 Curve 這樣子 待會出現的 IK Handle 跟 Curve 就會劈在一起 好 從倒數地 二根 劈上去 然後 這邊有 Curve 就是這個 彎彎曲曲的一條線 打開它的 Vertex 圈選上方的 Vertex 就有兩點 用 Create Deformation Cluster 這兩個就組成一組了 Cluster 1 再點一下 Curve 就選下方兩個 Vertex 它們兩個就組成另一個 Cluster 組成一組 看到 C 喔 C 就是 Cluster C 接著 下面這個 C 呢 就是 Cluster 2 呢 就去選擇 全身的 Bon 去劈起來 Create 一個 Test 再打一個 S 呢 打好了 打Apply 這個 S 在下方 打出來 上來 轉一個方向 轉這邊 就 穩91度 嗯哼 但是我們只要的 這個 Curve 我們不要其他東西 那我就要去 On Group 一下 可以嗎 可以吧 選擇就要On Group 那onp呢? 可以 這個可以刪掉 這個也可以刪掉 只要留下線條即可 那這個線條呢 中心頂歪了 central pivot 那 也許你喜歡小s啊 我們把它給縮小一點 好 靠近一點 好 記得要歸零喔 好 剛才下面的c 是p到全身骨頭 那我們上面的c cluster1 handle 就p到這個s的上面去 欸 暫停 先不要急 先把它改名稱 叫做spine spin manit spine控制器 脊椎控制器 那它的中心點呢 要移到這個 胸骨的中心才對 剛剛忘記移了 按d p 鎖點工具 按過去 好 然後呢 再來開始p class handle1 p到spine 控制器 先選 class handle1 再選它 按p 然後選擇s呢 就可以移動了 這麼硬就是因為忘記關 鎖點工具 然後 這個s可以控制它的 但是如果我 不要那麼開關 比如說關起來 這個控制的 power 然後 點了s之後 給它 add attribute twist一樣 先拿twist 扭轉 再選擇 再選擇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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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fk 不然就是知道 這個字 要控制 某個把手 好 關掉是0 打開是1 平行打開 add 繼續 connection editor 好 這次剛才打twist 再選擇 這個 的控制器 load 找到它的twist ikfk brand 就找它的ikbrand 好 來測試一下 twist 我扭 扭 扭 ikbrand 因為我現在是 一直開啟 所以我可以控制 這個 可以控制 可以控制 它是來的 可以控制這個基金 也可以扭轉 那如果關掉 0是關掉 我還可以再控制它嗎 不行啦 這樣蠻不扭的 不行喔 所以呢 平常會是開著的 按1 好 那我們 這個s的控制器 其實用不到這個 按rotate 還有scale 我們可以把它給 按右鍵隱藏起來 lock and hide 這樣就清爽多了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ikhandle to 不是to 這個ikhandle ikhandle 可以把它關起來 咦 這看不到了 ok 還可以另外隱藏一個 curve 就是裡面這條 曲線 點curve 這邊 visibility 改成0 就隱藏囉 嗯 嗯 嗯